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我还是要跟我的老搭档孟璇 你今天在纽约吧 孟璇 我今天在纽约 我们今天两个八卦一下 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星期啊 是美国的国庆 美国国庆呢 除了这个放烟火以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很多这个新的移民啊 入籍一世 你看到吧 我看到很多报道 大家在宣誓我们都记着不清楚 我们当时宣誓已经是 你入籍已经多少年了 我入籍27年了吧 大概 那我们差不多 我也是基本上入籍已经很久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 我们想谈一下最近关于入籍方面的一个新闻吧 就是很多人呢 就 最近的这个入籍的人数呀特别的多 特别是今年这个国庆的时候 我看入籍人数比以往都多 有什么原因呢 特别是我们华人中间的也有就是 由于川普政府这个认证后对移民的这种新的政策越来越严格啊 很多持有绿卡的人呢 他们就害怕自己的这个福利呀 或者其他受到影响 或者是被一些政治的变化 而自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活受到影响呢 很多人就开始了参加这个学习班啊 进行那个 然后很快的入籍 但是呢 从六月份开始你也看到了 就是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呢 就有一条新的一个方案出来 一个新的措施出来嘛 他就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办公室 叫Task Force 老孟翻成什么东西 对 任务特殊 就是专门任务 就是根据任务他们的这个 就是特别的任务来做一个要求这样 对 这就是一个新的办公室吧 新的办公室 然后专门他们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要追查那些 过去曾经因为在入籍问题上欺诈 而最后蒙混入关的这些人呢 因为现在他也掌握了好几十万的这个 这个守闻啊 他会跟守闻过去对一些就是旧账重新查出来 反正那些在入籍中有欺诈行为的人呢 这个工作组呢 这有很多律师和工作人员 在调查复查了以后呢 然后把你送上法庭 又可能会被遣送回去 所以呢 对很多移民来说 过去大家就以为一入籍啊 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这样你在美国公民 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就 至少就会省去很多心事 但现在看来是这个 从六月份开始 这个新的这个 一个措施出笼以后呢 现在重新看查复查一些旧的案子 那就是说你只是入籍看来还是 也会受到影响的 你看到这条新闻了吧 对这一条新闻老实讲是相当令人这个 有点恐怖啊 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按照道理说 是相当法治很严谨的国家 既然他同意你的入籍啊 你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拿到了 不应该还有这个这个事后追查的 这个就是说吊销的这个问题 而且呢 好像说还还会如果查到以前的 旧账未清啊什么之类的 就有一点问题的话 就会把你遣送回原居地 那这个这个当然这个就比这个 等于身份跟那个非法移民一样了 在这个当然了 我这个例子是说你要有犯了罪 而这个是以前你在申请入籍的时候啊 把它隐瞒了 而这些罪呢可能是相比较相相当来讲 是相当严重的罪才会 据说呢他们针对的目标啊 说是要有几千个人 很可能他们的这个会出现这些 这个麻烦的 对你讲的很正确 就在奥巴马时代呢 这个这个法令也一直存在 但是呢就这一次是 重新的在这个执法的程度上面 加了一些更加严格了 就怎么呢 主要是很多这个川普政府认为呢 就过去很多人在申请绿卡的时候 有时候被马上要面临被遣返的威胁 然后这些人后来换了 改换了自己的身份 改换了名字以后 就突然又入了集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调查对象 还有一方面就是 过去犯过在犯过法的 或者是有重大欺诈行为的 这些人呢就会都会遇到一些麻烦 可能华人这边遇到最大的麻烦 就是新移民中间 我看到听说的 他就是福利欺诈呀 就说自己在国内 那个什么 有很多的工资呀 到这边来会有的人 一到这边入了集合 马上就升就成为这个 你就想出各种福利呀 你那边的声音很大哦 哦对对这边有这个地车 然后呢由于这个福利上面欺诈呀 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担心 但是呢就是唯一一点就是 这个很多移民呢 就是现在就觉得值得欣慰的一点呢 就是去年七月份 六月份的时候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曾经这个 有一个案例 案例呢就讲到一个 萨尔维亚的一个女性呢 她当时在新德西 当时呢在申请了政治避难 因为她说的在萨尔维亚 到时候遭受迫害 但在这个入籍的这个 这个过程中间呢 她撒谎说自己的老公呢 因为她过去的老公 是在那个萨尔维亚军队里面 曾经参加过总部清洗的 这个老公 她后来说她是自己老公 因为那个原因 没有加入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队 后来呢就发现她的这个政府的 她老公的确是参加了政府部队 后来这个人就把她给遣送回去了 但她儿子女呢 是在还在俄海俄州 后来这个案子呢 后来打到了最高法院以后呢 最高法院当时就有一个案例 就说的是 如果她在这个撒谎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撒谎的这个内容呢 是跟这个移民的这个有密切关系 而且是很关键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取消她的公民资格 把她遣送 一般来说的话 你没有跟她没有直接的特别的关系的话 这个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对待了 所以也就说的是 把这个这个遣送回国和取消公民法的 这个这个这个台阶又抬到了一步 也就是说在 你就会如果遇到麻烦的话 可能会经过更多的法律程序 就更长一点 所以这也是很多移民来说是一种安慰吧 对 确实这个 不过呢 美国的话呢 就是你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啊 要懂得怎么样子的去找好的律师啊 找好的律师 这个对于你这个打这个官司啊 胜负是很有关联的 就像你刚才讲这个case呢 他能够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这是很不寻常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啊 最高法院一个这个term 就他们等于是等于是两个学期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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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期内 因为一个学期他接的案子不超过一千个 他这个从美国各州这个累积上来就有上上几千个 我想都不止啊 所以他挑选的是很严格的 可是呢 我是不知道这个你刚才提的这个案子是是是是怎么能够最后被这个最高法院看上了啊 因为看上因为看上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很多移民 你想在美国三亿多人口中间据说有三分之一所谓的人都是规划这个可成为公民的公民的 所以这个规划公民在中间呢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 这也是个比较普遍的 而近很多年就是近十几年以来呢 这个问题很多这个规划公民的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最高法院选择了这个案子也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呢就说但是呢 无论如何就在申请入籍的时候 就有些东西要诚实的去填表和在过程中间的话 这个东西要不然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而且特别是现在整个这个大家都在这个入籍和这个公民这个问题上面 因为川普政府的这个严格的政策这个案子积压的很厉害 所以我的一位律师朋友在讲 就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一个个的要搞好搞清楚 要不然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 本来是不是一个关键性的 你在小的方面作假或者做一个最后 还会影响到你的大的一个这个成绩 会把你溜到一边去以后 这一等就是很多年 对这一点的话倒是确实我们华人呢 特别要小心 在美国啊你凡是宣誓过的 对他们多半你在填表拉和什么都要有一条 就是你所填的你绝对是认为都是真实的 不能有虚假成分 有的我们这华人呢有的时候对这一个不是特别的注意 认为一些事情蒙混过关呢 是是是在在中国就是好像这是比较常见呢和什么之类的 可是呢在美国你一旦被抓住了那这个这个他就等于把你所有的这个credit都给打掉 你的信誉就没有了因为这个美国平常很少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监察 并不是每一个是事情都查 所以你觉得好像呃呃呃这个填一点小谎 杀点小谎好像没什么关系 或者填一点不实的资料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非常麻烦一旦被抓住 你付的代价是你原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对特别是最近的在这种比较这种政治气候下呢 希望各位我们呃多多注意 好吧 我们今天这个就讲了 我们现在在我今天呃在顺便加一条 也就是我们要想我想跟你讨论的啊 我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录之前呢 我刚才看到个新闻就是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就在弗吉亚旁边的 华盛顿周围的弗吉亚州有一个餐馆 叫弗吉亚旁餐馆就在白宫的发言人 他去那个叫三德斯三德斯去就餐的时候被赶出来了 他那个拒绝拒绝给他那个服务 这个事情就在后来这个三德斯呢 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推特上面就发了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引起了很多这种就很大的反响 对 很多人就到这个到这个弗吉这个餐馆跟前去抗议 而有的是对他这个抗议的这个老板呢 进行死亡威胁呀 就他长得很大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录的今天就是这个星期呢 他这个经过他就被迫关了两个礼拜之后 又重新开张 开张了以后呢 当然是反川普的人马上就开始定位 那边据说是两个礼拜之内就定不到位 但同时呢也开张了一天又重新这边有很多游行的人 我是比较生气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不管你对川普的这个支持还是反对 我对这个这个左派老板的这个讲法呢 我很有意见 他是他讲的 他说的是我们餐馆啊 我们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在说的 他说的是我们餐馆啊 是的 我们坚信的一个原则是应该诚实 要对社会素质责任 怎么讲了一大点 然后道德品质高尚 但我们觉得这个白宫目前没有达到这种标准 我听了我简直就比较可笑 怎么呢你是一个赚钱的 你这个餐馆应该对任何人 即使是一个犯罪的人 到了你这边来以后 你怎么能证明他说的是 难道你还要在门口要问他 说你是道德是很高尚 你说是不是这样 这跟那个你说跟那个其右派的去拒绝一个亚洲人 或者拒绝一个黑人去 有什么区别 如果他说的是那个圣经上我的原则是 说的是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 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子了 这个事情发生出来以后 确实在这个全美国都引起相当多的这个反弹 就是说呢 这个政治意见啊 现在是这个美国呢 是越来越两极化 这个自由派这边的话呢 对于这个尤其川普了 和他的这些极度的支持者 那是也是这个极端的这个等于是极端的敌视 不能说仇视吧 至少是是看得很不顺眼 双方都是这样 可是的话呢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守理的 这个不是我法是理的就是说基本的 就是说彼此对这个你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 你对他应该有一定的礼貌 有一定的这个归这个彼此交往啊 要不要搞得太太太这个这个好像要拳脚交加这样子啊 这一点呢还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所以这样子如果你能够你要是说你不同意这个人的意见 然后就就开始抵制他不serve他啊 这个是违反你做一个参观主人的这个参观的这个经营的原则 你这样子扩大下去那这个这个社会的这种这个对立的气氛只会更强 所以我也是不同意这个这个参观主人这样 但是的话呢 确实啊这个川普的这边的支持者的话呢 对很多这个左派的这个这个也是很对就是说 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也是一样 这个情绪之高昂啊 这个这个实际上在对整个社会来讲是非常不健康 对我也觉得就这样这个这样下去以后 整个社会这个两边不能的容忍 过去我到美国来觉得最最优秀的一个品质 就我们政治上的意见可以 但是我们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人与人之间的 至少有一种像你说的那个civility 有这种要和睦的一种情况 但因为我们政治的期间 如果我在我初选了以后 这个大选中输了 我就可以跟对方握手 然后我会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 会支持你对吧 现在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 但我就觉得这种餐馆的这种 这种讲法呢是 就是你自己觉得当然右派也有他的作法 左派也有他的这种作法 这样的话更是美国更加的分歧 而且是我是很担忧 对这个这点是是确实是就是所谓的identity politics 就是所谓认同政治啊 一定这个这个是很可怕的 我们只要想想看这种仇恨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 这个政治情绪啊 很容易一下子就就非常的高涨 然后就会poison就是毒害了整个社会的这个 基本的礼仪的这个 你假如不同意 你了不起你就是 就避开 不要正面的这个 非得要要摆出一个架势出来去让人难堪 这个是很不好的 很不好而且这种那个你可以用各种借口都不去 你是个做餐馆的 你难道用政治观点就把别不拒绝给别人做生意 这是很恶劣这种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们先来八卦一下 跟我们芝加哥有关的新闻 就是花花公子嘛 像我们的节目上面讲的 花公子呢就是 我们知道去年他的那个创立者海夫娜 在91岁的时候高龄去世 当过世了以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花公子呢 出现了一种就是危机状态到底 后来呢他的这个一个儿子 26岁的一个儿子叫 Coopers 开始接任 他是接任主要是那个 creative section 就是他的这个创作部门的接见 而经过这个 因为最近的整个这个网上 社交媒体和各方 这个出版业都处于这种很不景气的状态 花公子也在不断的 在 在挣扎吧 最近的这两天呢就是上个礼拜很多花公子新闻出来以后呢 他们现在刚刚搬进了一个新的这个一个大楼 在加州办公室 然后呢他也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口号 过去的过去的口号是什么样的男人才会读花公子 what kind of man read playboy 现在是 entertainment for all 就是什么 所有人都提供娱乐 对所有人都提供娱乐 然后这个事情出来后又引起了这个到底 花公子对人们的影响又一直争论 我们今天也大概八卦一下吧 老孟你你是到美国以后 你是什么时间看第一次看到花公子 那也是很早了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呢是美国的文化殖民地 我我我我知道花公子呢 实际上大概是在台湾大概初中的时候 我我父亲啊是不知道从哪里啊 搞到好几本的花公子 很可能是他出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像那时候台湾出国还很容易 六零年代出戏了啊 呃反正他就有几本花公子塞在 这个反正藏在哪边 不知道怎么样子就被我找到了 哇我这个大吃一惊啊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花公子 台湾是那个违法的吗 那个这种呃 我想那个也谈不上违法或者不违法 但是你反正这是呃在这个 这个我的老爸为了这个事情 非常的尴尬很不好意思啊 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情是丢人的事情 所以他藏得很深的就反而那个 看那个时候当然台湾是呃不大可能有 有这种所谓那种裸体的呃这个女性啊 这样子的呃这样子的有center for我们知道 那个花公子最出名的一开始就以这个 打他作为他的这个主要的新颖的眼球的东西 就是呃在里头有一个大的中间叶的中间叶 而且是很很很宽的这个折叶的啊 是整个裸体的女女郎啊正面裸体的啊 都会出问题的有法律问题的啊 有时候突然买的啊突然发现了以后 然后买一个就像偷偷在在英国的时候 也是大家觉得很不好意思的 哈哈哈 买一本杂志以后然后放到那 然后突然碰到一个熟人 你越去解释越 然后买回去以后在一个酒店买回去 那时候还花很多钱 那时候是六英镑还七英镑那我们一个月的 那个生活费才两百英镑三百英镑 然后当时买回去后然后偷偷疼那是第一次看到 马上看到一个那个中间的那个夜啊 才倒是很很很很shock 精神震慌 很吃惊 因为我觉得花公子在对很多男性的这个性情 我不知道女性啊我们应该找到女性 在性启蒙方面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可以可以这样说啊 所以这这也是说的这个这个花公子杂志呢 在整个如果要谈到美国文化的话 西方文化这个花公子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特别在性解放和对 这是革命性的作用真的是 然后这个Hugh Hefner他这个海夫那他本人呢 我们现在可以挖掘他的这个个人的历史啊 也是很有有传奇色彩的 他是当然是我们住的生于我们芝加哥 而他出生的地方就离我这个住的地方不太远 因为他的家族好像他妈妈还是什么是瑞典人 我的这个这个地区呢就是瑞典的一个一个居住期 他在那边上学上学后来呢他加入了那个 在大学呢他是先加入芝加哥艺术学院 他在益州大学的时候他当时唯一的一些就是 他是1926年出生的嘛 他当时也出生的家里面是一个这个新教Methodes 叫什么叫 美与美会 美与美会也是一个比较 美与美会也是一个比较 搬到纽约来的时候他当时呢要求给他提工资 就是人家没有给他提工资 他就辞职了 辞职了以后呢 他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在部队里工作过两年 然后回到了以后 当时觉得应该创立一个什么那样的杂志 他自己在时尚先生杂志也工作过 他就找了45个朋友集资 集了大约8000块钱 然后其中他的母亲给了他2000块钱 然后叫他去发行这个杂志 我估计可能他母亲以为他要发行一个什么文学杂志样的东西 结果呢他就发行了杂志的时候他就说 我得需要找一个照片要吸引人一下 因为当时整个这个二战之后 人们对性的这个压抑还是很厉害的 你看他找的是第一个照片是谁的照片 买了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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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美金还是东西 就有个玛丽莲梦路的一个裸体的一个照片 他就把那个把这个版权买了以后 在玛丽莲梦路放上去 那个导播你可以把那个第一手手面第一个枫叶的那个 那个cover他的那个给我们放一下好吧 然后玛丽莲梦路这个杂志结果这个这个封面了以后呢 马上就成为一个很产销的杂志 而他这个刚创立这个杂志的时候他都没有说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 因为他都不知道以后有没有第二期了 所以他就花哈公子 哈公子呢 起了以后 然后这个杂志一下就卖了大约五万多册 卖了五万多册 一看这当时他卖五万多册还是很不错的 五毛钱一份 四十年代的时候 五十年代 五三年的时候 五三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那个五毛钱还是应该是比较之前的 对很之前的 对 然后他就 一次然后就开始了 放人起来了 就因为第一次很成功 然后他就开始没一期呢就开始 找一些漂亮女儿 而他的女儿没有说的是我们也非要去找好莱坞的影片 他叫做Call Next Door 就是女孩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就像你邻居家的女人一样的 这些照片放上去 可是身材都很好 然后呢就是他当时的我觉得他当时除了一个 就是这个色情上的一表现他主要有个政治上的理念 就宣传一个理念他就跟其他过去的一些色情杂志的相比较就在于 过去其他杂志都是一些很粗暴的一些西部男的什么什么东西 为了吸引这种或者有女的 他就专门是针对的就是一些城市性的 城市的男性 而且比较有文化有修养的这种男性 然后呢是吧 然后他的宣强的一个目标就是当时要精神一种性的自由和人的这个精神的一个自由 所以他由于他这种比较高高大上的这种口号吸引了当时很多人 但是你也知道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达到他的高峰 在高峰期呢他有一个月就可以卖掉七百万宫杂志 对对对这是这个是等于是促成了美国战后文化的转型啊 他是鞠躬确尾啊确实没有话说 因为这个美国那个那个就五零年代那个时候啊 就是打仗刚完结束了 这个大战刚完结束 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废巨星啊 这个而且呢这个美国的生活享受啊 这个文化和这个文化啊 事实上有很大的这个这个改变了 就是这个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 人人都搬到这个郊区去了 每一个人的隐私啊私密性啊 还有这个不根本是不害怕有任何失业的状况 就全民就业 整个社会这个这个非常兴盛啊 这个经济非常兴盛 在这个时候中产阶级 美国的中产阶级啊 形成那个大军啊 就出现在就是一个消费的文化 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 那么大规模的 以消费为主的这个文化形态出现了 这个时候呢 海夫纳的这个Playboy 刚刚好就等于是一个 最能够适应这个零饮风潮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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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媒一样 他把这个老人原来有的这种 对性的这种压抑啊 一下子就是说 他要把这个本杂志呢 以前人当然也有这些黄色杂志啦 什么本来都是私底下传流啊 或者不登大雅之堂 他这个呢 就是说我就是要 可以摆在客厅里头去 或者说你就是摆在你的这个 这个桌子上啊 什么给人家看呢 你不会觉得丢人 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所以的话呢 因为他那个整个市场 当时是这个 刚刚好配合了这个时代的转变 这一下子就 就是就大打响了 而且这个花公子就变成了 美国文化的 也是文化的一个代表一样啊 对 他的这个 除了这个 就花公子 为什么像你说的非常正确 就是当时在这个性压抑 这个生活条件 好像用美国清教书的国家 因为他这个长期主义性压抑 这种传统啊 他给人一种迎合了 人们这个中产阶级的这种 就是这种要求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像你说的是 人们觉得大言不惨的 可以放在客厅上面 可以读的时候 是因为两个 第一点呢 他这个 除了这个 就是美女的这个裸体照片之外呢 他还请了很多著名的作家 发了很多 有短篇小说呀 有时评呀 有这种散文啊 比如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个作家 几乎从Norman Miller 一直到 一直到William Falkner 这些所有很多这些 这些 作家呢 我得专看到什么 Joyce Carroll-Waltz Margaret Edwin 这些著名的作家 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我当时有一次 我在这个90年代 跟这个花公子的一些 这个创始人 有参加过他们的party 后来跟他基金会的人讲 我当时我就说呀 我以后啊 什么时候能够 我的一篇文章 能在花公子上 能够登一下啊 这是我一生的一个荣幸 能够跟这些 著名的作家 共同的出现在他的文章里面 所以他做出了很多这种 就是有名作家 一流的作家 来给他共稿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著名的就是 他每一期的都有很多访谈 这个访谈非常深入 对 而这个访谈呢 最后呢 这个 有很多著名的人物 像马丁努勒金 Alexander 那个 Marcom X 对那个 但是有那个 比如 陈利卡特 还有这个 Daniel Monahan 也在对 什么这些 非常出名的一些 很多政策家 实证人物啊 什么影响力很大的 而且是都是当时 非常受争议的 他们的这个发表的 这个这个言论 一定会影响美国的讨论 美国整个社会的这个 public discourse 就是公众讨论的方向 而这个呢 他的访问呢 是非常的深入 他不是一般的 很浅的访问 是像篇幅比较长 你看了以后啊 你觉得 这个你可以好像掌握这个 指点天下的味道 有就是对美国整个社会啊 有很深刻的这个 有很深刻很深刻的 这个指点的意义啊 对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 那个吉米卡特 他当时在接受采访 的花公子采访的时候 他只能说过一个名言嘛 我在心里面 曾经通奸过多次 因为卡特呢 他是一个非常 宗教性非常强的 这个倒是这个是绝对 而他呢 也是以这个道德 这个这个道德的 就是要把他之所以能上台 就是因为要去把这个 尼克森总统啊 就是以前的这个政客的 说谎的这个毛病啊 都给都都要清除掉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 完全是真正的 是合乎道德理想的政治 结果呢 那人家就问他 这个这个这个 花公子就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这个在脑子里面 你有没有这个有这个 你觉得 他就说如果是你真的讲的话 当然他说我的行为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脑子里头 还是很有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这个胡思乱想的 这也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啊 你如果在脑子上头去想这个事情 也是等于犯了这个同样的奸淫罪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标准就很高 那卡特就很很老实的讲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刚刚当上总统了 而且他也是以道德作为一个 这个他的个人的标志的一个一个政治家 结果他居然这样承认一下子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川普总统 他根本这个在以前的那些嫖妓啊什么 他还他说谎已经不成一个问题了啊 可是卡特那个时候他讲出这个话 就这个大家就是觉得很惊奇啊 也也觉得很新鲜了 说总统会承认说他在脑子里头 也经常会犯了这个奸淫罪 然后然后还有一段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花公子呢 除了他的这个争论 他的访谈和他的著名的作家的评论以外 他在一般在这个就是哲理上面 他整个这个原则上 他这个杂志还有海弗纳本身呢 都是属于一个叫什么自由派的倾向 大家当时那个 我当时很吃惊的 我觉得这个花公子杂志 我虽然知道他一些作家 但是我知道他还算这个比较 所以算淫秽杂志吧 我当时这样想到 就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是 芝加哥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 叫Start Turkle 他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自由派的作家 他采访了很多就是叫 我们美国人 很多华人呢 在这边都知道 估计在大陆有点书叫 美国人谈美国 就是英文叫Working 他采访了很多这种 底层人物啊 讲到他们的生活啊 这东西 所以他的这个 是很激进派的一个自由派人士 就他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呢 我接到一个通知 他请了九十个人 我接到一个同事说的是 在花花公子杂志 他那个女儿的那个家里面 我怎么会一个 这么著名的一个作家 怎么会跑到花花公子杂志 他的一个住宅里面 去庆祝他的生日呢 到那边去 我全是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在那边 不让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 花公子杂志呢 他在很多这个社会问题上 是比较出于这个自由性的 当然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他完全是保守派的不允许他这种杂志的存在的 对吧 对对对 对他在特别是在那个人权问题上面 在六十年代七年的文权人权问题 他比较开发 比如那个他这个除了这个杂志以外 他还开了很多这种 比如说俱乐部 俱乐部 花花公子的什么酒店 什么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就延伸出来很多文化产品了 这酒店他在这个 当时黑白 黑人和白人在这个 种族隔离的时候 他雇用了很多这种黑人呀 就这个事情也很 很比较 看得比较 比较明了 比如说他的那个 一个主妙的一个编辑 叫Alexander Hayley 就过去写 《根》的那个作者 他曾经叫他一个 白人至上主义者 要去要接受花公子的采访 他就送了这个 叫这个黑人过去去采访他 这黑人过去以后呢 结果这个白人吓得 结果就拿了一把枪 放在那个自己的 在采访过程中 把一把枪放在这个桌子底下 而且必须叫这黑人承认 他不是犹太人 这样才提出了他的采访 但是这个海夫纳 他一直就对这个 对这个黑人和 种族隔离中间 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还有这个 这个同性恋问题 就海夫纳本身说 他自己一个双性恋 就在同性恋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人 当时写了一篇小说 就在《时尚先生》杂志 《时尚先生》杂志 被人给拒绝了 不让不愿意登这个当时 《花公子》杂志登了 当时就登了一个杂志 就说的是 他这个幻想小说 就在过得到2006年还是什么时候呢 2006年的时候呢 整个社会会变得这个同性恋 占了主要角色 异性恋成了一个少数群众 然后同性恋开始迫害这个异性恋 不让异性恋结婚啊 不让这些东西 他就写个科幻小说啊 但对同性恋的一种 当时就预测 实际上你看这个2006年 现在同性恋也是一个两边的较量啊 当没有人干登的时候 这个海夫纳就把它就把它登出来 所以他的一些对社会的一些 这个社会的一些认同呢 这也是使他这个《花公子》杂志 非常受特别受 城市男性欢迎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再加上他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官司你知道 当时他当时被抓住 说他贩卖盈会杂志 后来法官之后 打官司打了半天 最后没有迫害他 就把他就把这个事情 就给不了了之了 从此之后 他建立一个基金会 专门去去这种 为一些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这个这个议题 做出很多贡献 你这样了吗 可是我是觉得呢 这个美国社会啊 在当初他之所以这个 这样子在战后啊 一下很多事情 禁忌都打开了 当然有他的这个解放的 这个个性解放的这个好处啊 还有当时的所谓的消费的文化 起来使到这个这个这个美国的 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氛围的都不一样 这个在五十年代初期啊 在那个时候是很有意义的啊 到了六十六零年代以后就什么事情啊 物极必反你知道吧 等到这个我们这个知道在在六零年代 那个时候所谓的baby boomer 就是这个战后婴儿潮啊 完全起来以后 这些人呢 他们不知道日苦日子是什么 怎么以前有过这个 所以他们又活在一个这个乌托邦的 是想象中的乌托邦的时代一样 所以在这个六零年代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种所谓自由开放 重情这个你只要敢想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这样子的这个这种社会气氛 后来就造成了美国文化上的这个 这个分野 有一派呢就是所谓的自由派啊 继续这个走这条 另外一个呢就激发起了那种反弹 而这个自由派里头那种过度放纵的部分呢 也借着这个整个风潮啊是越来越嚣张 确实是这样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花公子 他做这个妇女裸体啊 或者是我们所看的黄色的这个照片啊 什么之类啊 他还是有相当艺术的这个剪辑啊水准的这样 可是呢后来就出现penthouse出来了 我们知道对不对 那penthouse为了跟他竞争 于是无后呢就把他原来在这个做 tray boy的这个有很多限制啊就打破了 而这个的话呢就 然后呢美国的这个drug 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药物啊 还有这些东西就非常的泛滥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反弹 所以我们从这个这个杂志 就是tray boy他从一开始好像是带进了一个解放 带进了一个清新 然后呢到了五六零年代 到了高潮 到了这个七零年代就发现他那个 那个泛滥的那个副作用啊 就越来越明显 等到后来的话呢 现在他的这个反而变成了就被时代抛弃了一样 我们先别讲那么远好吧 对你讲的很准确就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本来是七十年代上期的时候 他的这个销售量很大的 当时有一期就可以卖到七百多万 这个当时赚了很多钱啊 但是可见人们对他这个 这个非常的欢喜 然后后来呢就由于这个penthouse 这个penthouse翻成中文是什么 隔楼杂志 隔楼杂志呢 然后他就把他的 因为里面更加露骨 然后他为了跟他竞争 他就他的那个淫秽照片 他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妇女 也就基本上更加的淫秽 就失去了很多艺术性的东西 失去这以后呢 这也是他就是越来越 这个水准在下降 当时呢 所以呢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首先这个七十年代 六十年七十年代出现了 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东西呢 对他是第一个反感 觉得他把女人呢 就是这个玩物化 物化的这个女人 就是有一个著名的 这个美国女权主义的发明者 叫Glory Steinem 她呢就当时化妆成了一个 花花女郎 兔子 兔女郎 兔子是他们的一个标志 对标志 去到里面那个打工 打工的时候 他就打工了两个礼拜 还多长时间 完结束以后 他就写了两篇文章 就说那里面怎么样的 这个妇女遭到性侵呀 而且不把当人看呀 他就这个当时呢 对这个花公子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负面的一个打击 虽然是花公子呢 在很多方面的 跟女权运动是 站在一起的 比如他对一些 Role vs Wade 对美国合法化 对一些避孕措施呀 他是站在 这个女权运动方面 但又在很多方面 很多女性呢 觉得对他很比利 觉得他只是这种很 对女性的这种不尊重 而且把整个女性 把现在整个这种 淫乱和一种造成的这种 女性的这种地位的下降 都归宗于这个花公子杂志 这是他的一个东西 另外这是他下降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对海弗纳本身呢 你可能听说过 有一件谋杀案 这个谋杀案的这个发生以后 对海弗纳本身是一个极端性的打击 就是1985年的时候 他在五十几岁 五十八岁 五十七岁的时候 就突然一下 来了一次大的这个心脏 心脏突发症 差点把命要掉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在那个花公杂志 那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花花公子女郎 叫Dorothy Stratton 她是出生在温哥华 一个小城市的温哥华 她在一个一个 就是冰激凌店 叫Darrow Queen 你们在纽约我们都知道 叫Darrow Queen 就有一天碰到一个男的 是一个夜总会俱乐部的 就像我们的那个拉皮条一样的 比他大很多 见到叫Paul Steiner 见到他了以后呢 就爱上他了 爱上他以后呢 他们两个就先跑了以后 他就给他讲 他说的是 你应该去拍一些裸体照片 因为你很漂亮 Dorothy Stratton 然后他就把他推荐给了 那个花公杂志 推荐了一个花公杂志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女的就到 她就 他们就飞过去 飞到洛杉矶 就给那个 到花公杂志这个 这个住宅里面呢去 去了以后呢 他到那时候就看上了这个 这个海弗大就觉得他很漂亮 就开始给他 就做了一个封面人物 做了一次 这个女的就越来越火了 这个越来越火了 后来又拍了一些电影呀 什么又拍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电视片呀 然后这个越来越火的 这个男的当然就被冷落了 被冷落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女的就要 这个女的呢 当时在拍个电影以后 跟另外一个导演给爱上了 爱上以后呢 就持着跟他这个 原来的老公更加受刺激 结果呢 他们俩在保离婚手续的 这个 这个 Straighton老公 后来呢 就把他 去看他 到加州看他 在他的公寓里面 两个人同时的 那个 先把他 把他老婆强奸 强奸完了以后呢 然后把他用枪打死 然后自己 一枪打死 打死了以后呢 这个事件当时是 这个谋杀案 这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然后后来呢 很多这个 有一个好像像电影的 一个导演 就 就还有这个 就写书呢 然后就 就 指责就说 之所以导致这个 谋杀案的这个 悲剧的 这个根本原因 就是花花公子 打着海夫娜 对妇女的这种 整个长期的虐待 不尊重 而且 打造的这种生活方式呀 就导致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 这个事情 一直对海夫娜来说 这个刺激很大 整个书影响的 影响的 很大的 这个 负面的影响 就因为他 遭受不了这种打击之后呢 就得了一次心脏病 这个心脏病 然后就活了以后呢 他就开始改变了 这些方式 然后80年代呢 就一直在 在挣扎之中 我们也知道 就是花公杂志 不仅是一个杂志 而且呢 他呢 还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而海夫娜也经常的 故意的要去 去渲染 花药 这种享乐主义的 这种 重欲重情 这样子的 显摆自己的 这个 这种 男性这种 就是可以 男人的这个 就是说可以 有最好的 什么雪茄 酒啊 对对对 以上啊 是这种 这个豪宅啊 什么 这是鼓励人的这种 各方面的这种 就是你 你能想到的 这个欲望 你都能够达到 就是在中国人讲 就是你 叫做皇帝吧 或者是这种味道啊 对 而且你看我们一想到花公子 基本上都想到的是海夫娜穿着睡衣 对对 三四个女的 然后抽着雪茄 像你说的雪茄 喝着一杯这个conic 这种很高档的生活 导波尼克 犯展 这样的照片 就海夫娜 这种都 大家一提起 都是这种照片 所以呢 他打造的这种生活方式呢 即使他 你看他到了 他从个人生活方面啊 也是比较多次的结婚 这也是很正式的啊 从个人生活来说 他第一次的结婚 实际上是在芝加哥 地区是一个 他一个太太 他个太太呢 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女的 Christie 就是后来接任了 这个花工杂志的 总裁的一个女的 这个他跟那个 第一个女的离婚的时候 我以为是他 因为办了花工杂志以后 太多的女人 是这回事 第一次离婚的 是因为他的女 他老婆呢 向他坦诚说 他在当兵的时候 两年中间 他老婆跟另外一个人 有了一个 有外遇 所以他就离了婚 离了婚后来又 就开始放荡了 放荡 就开始跟那个 花工杂志的 这个 这个 几个女郎 连一次 结了三次婚 最后一结婚到 八十几岁的时候 又跟一个 比他大六十岁 比他小六十多岁 一个女 结了 后来又结婚 又说的是又订婚 又不合同又结婚 所以他一直就要 打造的这种 生活方式呢 也使人感到 我觉得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还是比较令人 男人 诚实男人 所向往的 对 穿着这个向往 但是呢 随着这个 后来呢 他到了八十几岁 花的房间啊 然后里面 到处摆的都是书 发黄的这种杂志 而且他这个 不愿意丢掉东西的人 就说 而且他每次 就是跟他的 这些女人啊 表面上在 做了一些这种 拥抱这个照片 照片过以后呢 他就 一个人单独的上了 孤独的上了楼 这也是老天 你表示这个 花工的衰落的 一个原因吧 就是过去了 另外他当然那个 还有很多这个 除了他的这个 杂志 还有什么电视的 秀啊 然后叫晚上 这个HBO的一些 对 还要他采访 和一些花工的采访 这东西呢 刚开始看着 叫很有趣 但随着现代社会吧 比如现在 你这个 你到那个 看这种 黄色的东西 上网 根本不需要 出门去 偷偷 你自己上网以后 就马上就看到 而且很黄 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来说呢 对这个花工杂志呢 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打击 他就萎靡不振 但是后来 到80年代 到90年代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在更新 就有的人 后来就像你说的 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他的这个 花工杂志 就开始就说的是 因为你怎么样 跟网站 黄色网站 去竞争呢 没有办法去竞争 那我们干脆 就不要去那什么了 不要去做这个裸体的 就做比较 再回到原本 就回到很多艺术的这种 不要全裸的 做艺术性的这个女性 但做了一两年以后呢 他的这个CEO 又开始还是不行 他这个年轻的儿子呢 这个接任了以后呢 又开始就说的是 我们还是要回到 裸体的这个中间 然后呢 去年呢 今年年初又说的是 准备他这个花工杂志以后 再往上 这个 不印了 不再印了 因为肯定这个销售量很小嘛 在这不印的情况下呢 怎么样呢 后来呢又搞来搞去呢 现在又说的是 又开始印了 而且呢 现在的就是 在印的时候 他运到什么东西呢 就更加突出一次 就自由派的人倾向了 而且就在这个女性的 这个封面的方面呢 就会更加的有 有艺术艺术性 而现在你看 我都不知道 后来很多著名的 这个女员 从Modonna Kate Moss 叫Sindy Crawford 都在这个Playboy 做过这个 Centraple Centraple 连那个著名的英国演员 Jan Seymour 那个都做过 都在年纪很大的时候 做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说 他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现在我看到最新的 就Coopers 这个Heftner 他爸已经快死掉一年了 他现在打造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过去呢 我们只是一些就是 异性恋的男子 城市的异性恋男子 他现在就说的 我们为什么不去要 争取更多的女性 我而且不知道 你知道就 就是他花公子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延伸的产品啊 大部分购买花公子 一半都是妇女 女性啊 这个我是不知道 我也是看到的 虽然他有可能 看杂志 比如像在大陆很多 他有很多店卖着高档的服装啊 对对对 这种大部分消费者 还是50%的都是 都是这个女性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 比如说女同性恋啊 当然也是很喜欢女的 漂亮女的 他们现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自由派倾向很厉害 比较支持同性恋 他现在又开始说的是 我们不仅要针对年轻人 而且我们还针对同性恋的 不仅值一性恋的男子 在这不同的这个探索之中 但总的来说呢 你觉得这个花公子 他现在对整个现代文化的这个 他的兴起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个是 就是说他是突出风潮 就是独领风潮 在那个时候 在特殊的 就是一下子物质生活 非常不受这个 不再贫穷了 那个那种状态底下 这个整个社会态度还没有赶上 就是说丰富的这个 不需要忧虑的这种的时候 他踏出了那一步 跟着这个风潮起来 现在呢 这个已经过去 就是说他已经六十多年了嘛 有这个历史 可以说见证了 就是说这个美国所领引的 这个所谓的世界消费品文化 就消费品让物质上的物质 永远不于缺乏的感觉了 这种的一种形态 所伴随的这种文化产品 比如花花公子跟他所代表的这种 可是呢 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吸引力 也没有这个兴起感了 然后的话 他也自然的就衰落 而人追求更深的意义的 这个已经来了 就是说物质的这个不于匮乏的这个社会 事实上 在精神层面上面更为这个贫乏 很可能是这个花公子 永远没有办法 给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时代过去了 我也同意这点 我觉得他如何再重新打造自己 但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杂志 他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加上现在整个出版业的萧条 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 现在他的大部分的这个靠充品 都是靠别人用他的名字叫license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你看他杂志过去从700万份一个月 现在他到他 5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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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可怜的这个杂志 所以他坦说的是 连这个封面这个平面媒体都不要 但至于他怎么样的打造自己 我们还是要看 但我觉得希望不大 但所以呢 我也觉得你 我不是我们观众呢 这个如果看到这个 有过去的花花公子杂志 还是买一两份吧 这也慢慢成为一个 比较绝技的一个文化产品了 对 对 那我们先就谈到这里吧 老孟 好 好的 那我们下一次的话 你下次那个看到 在纽约那边看到有什么花公子杂志 替我也买一本 好的 新的 对对对 我要去找一找才知道 找一找才知道 对对对 那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祝你周末愉快 祝大家周末愉快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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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